台北市迪化商圈昨天登場 一望人幾人的年貨大街 今年不搭棚架 棋樓街道 也不開放攝攤 更禁止試吃 迪化商圈也加強防疫道 必須完成實聯制 兩體溫及手部消毒 台北市迪化商圈年貨大街 開買第二天 受疫情影響 人潮雖然不多 但防疫全面升級 到每個店家採買 都要實聯制 兩體溫跟消毒雙手 雖然線上購物很方便 但還是有許多人習慣到現場採買 也加強自我的保護措施 三個口罩 你看我這裡一個 兩個 三個 裡面我還有一個 這裡面這比較貼的 這個外面這個等一下上車 把這兩個就丟了 物品自己保養的就買 如果說你去寄來的一般 不一定能夠適合我們 現場這邊看比較有感覺 怎麼說 對 就是可以挑選這樣 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是有看到酒精都會噴一下 請他們口罩要戴好 以往人擠人的年貨大街 今年不搭棚架 七樓街道不開放涉灘 加強防疫力道 像昨天的人潮的話 比去年的疫情剛開始的話 大概增加了三到四成 比往往年的年貨大街 不輸往年的年貨大街 來這邊逛了馬路 變寬了 所以就不會有群聚的問題 三樁零售的開心果 瓜子等生意不錯 但今年禁止試吃 有部分消費者抱怨 少了點年味 因為我怕它不新鮮 然後口味不合我的口味 這樣 還是買一點點 買半斤試吃看看 相對對客人的 他的想購買慾望的話 他就可能會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只能透過口述的口感 然後去告訴客人說 這個產品的味道 年貨大街開跑 商圈擔心受到疫情影響 生意下滑 實體通路上增加許多防疫限制 但另外一方面也重點經營網路購物市場 希望能過個好年 記者林鑫 蔣龍翔 台北報導